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业疯狂,我是依依 9月20日霍启刚在社交平台晒出 和爸爸霍振婷,太太郭晶晶,大儿子霍中西 以及二女儿霍中岩 三代同堂一起去户外骑单车出游的照片 周末家庭日过得是温馨又健康 照片之中,郭晶晶身穿白色的T恤和黑色的长裤 背着蓝色双肩包在前面挡领队 大儿子霍中西戴着蓝色的帽子 身穿黑白格纹的T恤 今年7岁的他骑单车已经非常的熟练 跟在妈妈的后面 还照顾着旁边的妹妹很有哥哥范儿 二女儿霍中岩戴着粉色帽子 身穿白色T恤和粉色长裤 手上还套着黑色的手套 做足了防晒的工作 没有想到才三岁的他 就学会骑两个轮子的单车 也是很棒了 霍启刚则在妻儿的后面 记录下这么温馨有爱的画面 真的感觉很是幸福呀 这一次家庭的活动 霍启刚爸爸惠震亭也有同心 霍生戴着口罩帽子折面 身穿T恤和黑色的长裤 74岁的他骑着单车 看起来依然很显年轻活力 霍启刚还在照片上写着三代同堂 爷爷骑单车 凑孙不容易滋验 话说虽然陪孙子孙女玩不容易 但是相信长辈行李还是很高兴的 据悉霍振亭和孙儿们的感情很好 平时也经常陪着他们一起玩 之前还有媒体拍到霍振亭和孙子孙女 在沙滩上玩的照片 也是三代同堂一起 感觉特别有爱 而霍振亭和长孙霍忠希的感情更好 在霍启刚搬了新家的那会儿 霍振亭上门看孙儿 不仅给小朋友们带了衣服作为礼物 在路上还时不时的拿出来看看 特别的可爱 而霍忠希得知爷爷要过来 更是早早的就在门口等候 爷孙的感情真的超级好的 霍启刚和郭晶晶一家真的是太幸福了 特别是这样三代同堂一起过周末的时光 真的很是温馨 作为霍亭东的长孙 霍启刚在七月到九月的三个时间里 罕见的写了两篇道文 而能够让霍启刚写道文的人 也是身份尊贵 他们分别是赌王和洪生 和霍亭东的原配吕燕妮 霍启刚悼念 赌王和洪生与赌王家族 与霍亭东家族身后的关系有关 悼念吕燕妮则因为她是她的亲奶奶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不管是赌王和洪生 还是吕燕妮 他们都承交了霍启刚和郭晶晶的婚姻 很多人都知道霍启刚和郭晶晶是在2004年相识 那么他们是怎么相识的呢 2004年 郭晶晶在雅典奥运会上连夺两斤 为祖国争乐观 在奥运会结束之后 郭晶晶和队友们到香港做交流访问 彼时在香港 郭晶晶参加了一场晚宴 而霍启刚也参加了这场晚宴 他找了郭晶晶和丽颖 然而让郭晶晶感到差异的是 没关一会儿霍启刚又过来寻求合影 郭晶晶问他 你不是刚才合过影了吗 霍启刚回答 刚刚是别人照的 我拿不到照片 我可以再照一个吗 郭晶晶再次和霍启刚合了影 这时霍启刚虽然和郭晶晶合了影 但是他并没有郭晶晶的联系方式 赌王何鸿生帮了他的大忙 在香港的交流访问结束之后 郭晶晶和队友们前往澳门进行交流访问 而他们能去澳门完全是因为赌王何鸿生的邀请 霍启刚仅仅抓住了这次机会 当郭晶晶登上前往澳门的船只时 霍启刚出现了 他对郭晶晶说 要不要我帮你拿东西啊 郭晶晶一看眼前的男人 正是在晚夜上和自己合影两次的男人 他同意了 于是霍启刚借着帮郭晶晶拿行李的机会 和郭晶晶聊天 这一聊两个人还聊得满头机 霍启刚还趁着试找了郭晶晶要了电话号码 郭晶晶给了他 当霍启刚和郭晶晶抵达了澳门之后 郭晶晶和队友们去做了交流访问 霍启刚则是很快的换成了另外一趟船 回到了香港 霍启刚此趟前往澳门 完全是故意制造和郭晶晶见面的机会 至于后来的故事 大家就都知道了 霍启刚和郭晶晶经过了长达八年的爱情长炮 他们在2012年11月洗劫联礼 在他们的婚礼上 霍启刚的父亲霍振廷 还最待在场的来宾说 晶晶能够下架到我们家 是我们整个霍家的福气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霍启刚在7月11日发布在 社交平台缅怀赌王的道文之中 声称赌王为他和郭晶晶的媒人 如果说赌王让霍启刚和郭晶晶的缘分开启 那么吕燕妮则是让两个人的婚姻更加的牢固 一直以来 霍启刚深受吕燕妮奶奶的疼爱 她小时候一直和吕燕妮同住 吕燕妮照顾着她的饮食起居 霍启刚上学时 吕燕妮经常为她准备她爱吃的牛肉饭 把她养得白白胖胖 当霍启刚去英国上学时 吕燕妮总是担心她吃不好 在霍启刚每次上飞机前 吕燕妮都要给她一个大的红包 叮嘱她要买东西吃 照顾好自己 对于霍启刚写给自己的每一封信 寄给她的每一张照片 吕燕妮都会在背面写上日期和场合 收藏起来定期拿出来看 即使霍启刚从英国学城归来 吕燕妮每天下午午时 都会准时给霍启刚打电话 问她回不回来吃饭 而她每天回家睡房 都会被吕燕妮整理得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当霍启刚和郭晶晶结婚 吕燕妮更是万分的高兴 她像是爱霍启刚一样的爱护郭晶晶 为郭晶晶准备她爱吃的东西 让离开家乡的郭晶晶 很快能够融入香港的生活 当郭晶晶在2013年 生下大儿子霍中西时 已经90岁的吕燕妮 还亲自到医院看望 吕燕妮对郭晶晶的好 霍吟东家族的其他成员 都是在看在眼里的 而这又稳固和提高了 郭晶晶在霍吟东家族的地位 为什么说吕燕妮对郭晶晶好 能够提高郭晶晶在 霍吟东家族的地位呢 这与吕燕妮在霍吟东家族的地位有关 霍吟东一辈子娶了三位妻子 分别是原配吕燕妮 二太冯杰妮 三太太林书端 但是冯杰妮和林书端进入霍家之后 霍吟东都叮嘱他们要敬重吕燕妮 毕竟吕燕妮在她还很穷苦的时候 就嫁给了她 两个人一起走过了太多的风风雨雨 并且霍吟东在1978年就立下了遗嘱 规定除长房三个儿子之外 二房和三房子女不得经商 只能从事医生律师等工作 当霍吟东在2006年去世之后 大房长子霍振婷接受了家族的体育试验 大房次子霍振欢接受了家族的商业王国 大房的小儿子霍振宇 则是接受了家族的高科技产业 和凝聚了霍吟东晚年兴旋的南沙项目 三个儿子掌控了家族产业 也就意味着吕燕妮变相掌控了霍家家业 吕燕妮在霍吟东的家族地位至高无上 有吕燕妮在背后为郭晶晶撑腰 霍吟东家族内部也没有人敢招惹郭晶晶 并且有这样一个疼人的奶奶 郭晶晶和霍吟刚的小日子 过得很是温馨甜蜜 他们的婚姻关系也远比一般的豪门夫妻更要牢固 如今吕燕妮病逝 霍吟刚在怀念奶奶的盗王之中 满是对她的不舍 也非常感谢她对郭晶晶的照顾 都说一入豪门深刺海 但是在郭晶晶的身上根本就看不出来 她依然可以活出自我 因为她有足够的底气 人的脸面是靠自己挣来的 只有你足够强大 有底气 别人才不敢情视于你 才能掌握人生中的话语权 我们是新时代的人 要有理想 有追求 行众有国家 在人生的道路上 努力的去平搏 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为社会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